這個基地呢,它就是面臨了說需要有一個高度利用的一個開發背景 那這是我們的基地 那我們的基地就是裡頭呢,它有包括就是幾個分區 就是有中華電信啊,台灣郵政 然後早期還有像金融服務區這樣的規劃 那現在,這是它的規劃的想像圖 那它其實周邊有很多的很強的商業的發展趨勢 像南邊我們是四大夜市,四大周邊的那個整個商業發展區 然後呢,它在多周邊還有一個永康街這一帶的那個觀光旅遊的這個動能會過來 然後中正紀念堂還有這個整條的我們愛國東路的特色婚紗街 所以我們華光的社區,我們在身處在這樣的位置 它周邊有很強的發展動能在我們的附近 那這也是我們今天我們所要希望帶著跟著各位朋友們一起來想像 就是說,華光社區呢,它早期最早期是政府它提出說 是一個台北華爾街金融特區的計畫 然後呢,到了後來它又認為說可能華爾街這樣子不太合時宜 那可能要朝台北六本木的這種觀光不夜城的發展方向 那最近呢,因為有很多的民間的意見 輿論比較起來的時候呢,它就會有一個比較不穩定的政策發展的趨勢 所以我們會認為說,從金磚,金金木,然後華爾街六本木 那我們台北到底需不需要向政府所提的這種大型的複合商業 那這個東西是從一個經濟面的角度來看華光社區 那我第二道解題觀點呢,我會從比較是城市歷史的角度 那城市歷史的角度我們看到這一張 它是早期日治時期的一個台北行務所的一個平面圖 那我今天不會細講這一張圖 那我很快的給大家看一下說,早期的不同的空間變化 這是台北行務所自日治時期規劃以來 它最一開始的平面是這一張,是很完整的 那我們那個台灣郵政還有那個中華電信 它大概是坐落在這兩個接口的範圍內 那你們很明顯的,早期就是一個城市歷史的裡頭 然後台北行務所它其實扮演著一個 從把台灣的本土的文化從一個本土然後邁向西化的一個 一個歸訓的過程 那行務所它扮演的是這種行務歷史的角色 然後把我們台灣的文化有一個 是一個很重要的很重要的訓練場所 那我們也有很多的名人,像早期的賴河等等人 都是有曾經被關在裡面 那這是1945年的平面圖 然後1957年,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到了最近 我們發現很快的發現說 像我們早期的這個放射形狀的這個紋理呢 它已經不見了,因為已經開發成為中華電信這樣的結果 所以其實那個紋理已經逐漸的消失了 那個當初放射型的形狀已經不見了 好,那我們 這是我們其實在這樣子的開發背景下 我們的華光社區呢 現在大家看起來會覺得 大家看起來會覺得說 好像沒有什麼很有特色的樣子 但是事實上呢,我們等一下會看到 我們有已經指定古蹟的監獄的北面圍牆 然後這樣周邊的整個監獄環境 其實事實上你要回到我們剛剛一開始講的 那個整個城市發展的過程當中 它對於台北的意義去看待 好,那我們這是城市歷史的部分 那我們接下來是介紹第三組解題觀點 第三組解題觀點會從聚落跟居住的角度 來去思考 那我們可以發現我們華光社區裡頭 它其實從不同的年代 它是一開始是我們的所謂的犯人 他被關在刑務的監獄裡頭 那日治時期他們退出了之後呢 那他們後來就變成城鄉移民 他們很重要到台北來 需要暫時蹲腳 或是要去謀生的一個很重要的聚落 所以它會有慢慢的智力營建的一個過程 那我們現在可以發現說 其實這個社區裡面已經有很多的 很多的像不同的族群 像老人家或者是 農民或者是說 新移民等等的就會在這個社區裡面居住起來 那這個其實在1970年代 比剛剛的那個 都市發展局所做的那一份更新的計畫還要早 其實我們發現 1970年代已經有 就是有學者他已經指認出我們華光社區 它事實上有很多的社區的紋理在裡頭 例如說因為這個圖有點小 不好意思我念給大家聽 就是比如說他說這道圍牆 他這邊寫說這是巷弄有風 然後這道圍牆他寫兒童在巷中奔跑追逐 然後這個角落呢 是聊天看小孩做家事 然後這個角落呢是 有些兒童穿說像中 所以他其實這樣子的華光社區裡頭呢 他從1970年代光是這份一個 一個學者所做的報告裡頭就已經指認出 這個裡頭有很多的生活感生活的故事在裡頭 他其實都是為我們見證了很多的城市的記憶 社區產業的部分呢 這個是民國82年 1990年代民國82年的一張報紙 它叫做什麼 1990年代的時候 但是因為後來也是因為不斷的開發過程 他們也慢慢的沒落跟消失 那都是比較近期的 那像我們這個社區裡面有很多非常好吃的美食 好像牛肉麵啊 還有這個是我們著名的草帽麵 那這個東西其實它就是社區經濟的一環 那它也是經濟的一部分 但是它是很深刻的跟這邊的居民 這邊的學生在這邊曾經生活過的人 或者是我們甚至掏客 或者是我們喜歡吃美食人 大家都是很多的生活記憶都在這個地方發生 那我們應該要從比較是社區型的產業 來去檢視這樣子的觀點 好最後一張呢 我們看到這個 最後一張的解題觀也是生態 生態環境 就是說我們華光社區 它因為開發的歷史 就是說它的歷史非常的悠久 所以說已經很多的老樹 大樹 然後甚至是先去物種 都已經在這邊落地 然後生根現在已經長成大樹了 那這個是一個鳥看圖 所以我們從這個 像從鳥的眼睛來看這個聚落 你可以發現 就是說我們華光社區 它位於大安森林公園 然後還有我們可能往蟬竹山 然後再往另外一邊是七星山等等 它的應該是 是一個像是跳島的一個棲地 那我們發現 在這樣子的先去物種 還有大樹成林的一個環境底下 我們會發現非常多的 動植物的一個資源在裡頭 然後甚至呢 這些老樹已經長到非常大 它都已經可以成為像是 叫做綠狼 就是一個城市的綠狼 它就活生生在我們的眼前 那我們在想是說 台北潭生態城市 生態環境 那是不是應該要從 就是從華光開始 那這個是今天的五道解題觀點 那接下來呢 我們會請那個鄭大哥跟王大哥 帶著大家去導覽 就是從這五大觀點去看 那下午的工作坊的部分 我們會分三組 那三組的話 我們會請大家 從這五個解題觀點 來去給我們一些 呃呃 刺激與想像 然後我們大家一起討論 那4月6號就是 鼓勵大家 繼續來跟我們 繼續跟我們一起 呃 來討論題啊 我們會有一個 像是委員會的一個活動 那 因為我們